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Nihalaji 我是阿康 大家好 我是Ada 看到今天天气非常好 所以我们来到看楼 说实话我们都很久没有看楼了 是的 很久了 因为冬天快结束了 春天是时候出末再去看楼 今天就来到Norningham的NG12 叫做Codgrave这个区 你感受到这个区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们比较少来这区看楼 因为后面这间屋是一个 Local developer 一间全新装修的道立屋是出售的 我第一次来到Village 前面有个地方 环境很好 我听那个 developer 说 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 前面的树就会开满了叶啊花啊 环境是相当之优美的 还有附近呢 我看见是很多的Bungaloo 是的 很漂亮 而且那个区会是比较静的 你感觉到Bungaloo 可能是一些退休人士 就是一些本地的人 环境是很好 还有它的距离City Center City Center是比较近的 是的 其实是开车15分钟左右 因为它是在City Center的东南面 很方便的 还有它有几条很漂亮的路 一声就去到 所以这个地区就会 你不用住在City 里面 那么繁华 近一点 我们以前都经常说 治安会差点 如果是5-10分钟的车程 又离开了City 但是又黏着鄰近 又方便又出去 买东西吃东西都好 其实也挺好的一个地区 而且NG12的效果也是挺好的 是的 是一个不错的区域 事不宜遲 我要去看楼 看里面的装置和格格 首先入屋之前 这里就有一个driveway 一个off street parking 你买车店 off street parking 都会便宜一点 那么入屋了 这样一进门口 这里就有一个挺阔落的位置 这里又可以放鞋柜 这边就有一个客厅 非常方便 通常特别开完长途车 一回家就 急上去厕所 如果这么近一个门口 立即有个厕所 是很棒的 然后厕所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位置 这里当然就上楼上了 这边就有一个storage位 还有一个boiler 就放在这里 这里就可能是放一些遮瑕 再多放一些其他的鞋 可以放到很多东西 接着就直接进去这个kitchen diner 一进来 这里就一个非常阔落的open plan kitchen diner 一进去最抢眼的就是这个bifold 因为其实这个真是我的dream 一个bifold 幸好我们自己的node 那个发展商就是包了一个bifold 据我所知 其实现在很多发展商 new build 都是不会帮你做bifold 如果你后期要做 可能要搞上几千磅 搞一个bifold 这个呢 其实夏天就很棒的 你可以开完整个bifold 然后就会向着花园 这边就是一个south facing 所以其实基本上四季都有太阳 就晒着整个kitchen diner 就非常温暖 也是很坏这个heating 那这里其实open plan 基本上你都可以 无限想像 你可以将一些沙发 电视餐台 基本上空间是大到可以怎么摆都可以 其实看回这个developer 都有很多的detail 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Vertical Radiator 而且是一种Designer的感觉 它用的颜色 其实它这样放的有个好处 就是它不会弄一个 打横的radiator 那你就放梳化 那些很麻烦的 要不就压着它 你不压着它 那那个位置又用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如果你要后期加钱做 其实是很贵的 那很多的new build 的人根本就不会理你了 不会跟你做这些 那所以其实呢 它这个是一个 挺high的upgrade 的一个设计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bifold 你看看当它开晒的时候 就将你一个客饭厅 和这个花圆连成一线 是一种outdoor living的感觉 那加起来 现在就讲讲花圆 那其实这里呢 就会有一些paving slab 那其实 已经是弄好了 就是由于时间关系 已经所有东西都弄好了 那还要是在楼价里面 是included的 那因为呢 其实看回很多的 发展商new build 呢 基本上它每 可能它包呢 就包四格 就是最噁心的那只 的paving slab 跟着呢 你就要逐格加钱 这样就要call价 你要量个area 去加钱加上去 那如果你要铺这么大呢 其实都不少钱 还有这一只呢 就是这只 最贵点的paving slab 那跟着呢 这个花圆连成的size是ok的 因为呢 讲真 如果要剪草呢 其实都挺烦的 那这个就是刚刚一个 的decent size 而那边呢 就是一个非常正的decking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那我们最近在自己的家 都找人搞了过的 那其实那个价钱呢 都真的不便宜 那这边呢 就已经由于时间关系 已经准备了整个decking 那这儿其实是 也是可以无限想像 你可以放一个jacuzzi 那或者是放一些garden的furniture 桌子等等坐在那里 那非常正 那上面这个棚呢 那其实也都 其实加加密败呢 这里呢 有几千磅 那那里是其实省了不少 而且你不用再找人做 因为其实现在 听说呢 有些的香港的家庭呢 就找一些的local的人 做法院啦 那呢 听过不少呢 是做了一半 走了老的 收了钱 那挺烦的 那这儿呢 就已经解释了 那看回吧 已经由于时间关系了 这些这样的bar的stool 已经包了 有在这里的了 那这儿呢 就去到厨房呢 就交给这个厨房的主人介绍一下 那来到厨房的位置呢 其实我这个厨房 因为它是一个open plan 那我喜欢 那它就是这个位咯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一个 叫做吃早餐的那个位置 连住个租座 其实是很方便 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区域 吃饭就是吃饭 早餐是一些简单点 快的 其实是 就着这儿 就像你这儿煮完就在这儿吃 吃完就拿去洗 其实很方便的位置 而且它那个位置很阔 这一袋 可以放到很多东西 它的厨房做了很多这些电制 例如现在很多的煮食 很多是电子的东西 空气炸炉也好 豆浆机也好 那些叫做破壁机 多士炉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够电制的话 就全部可以够位置放在这里 就令到我们 司拉在这儿煮食的时候 就会省了些时间 和会做多些不同的食物 它这个呢 又是我很想要的 挺好的 它是已经包了 就是你不用另外再加钱 就已经可以拥有这个东西 这个Tab呢 我很想换 什么时候换 呃... 有这样的机会 OK 很漂亮 这个是很想要的 很升级 接着它这儿是有那个... 微波炉 还有焗炉 都是Porsche 都是漂亮的牌子 做了很多的这些灯 它长生厨房的四面 在现场所有的 其实都... 都... 跟你黏了所有的Tab 然后煮食的时候 如果是弄髒了 其实一抹就可以 现在很多的... 大一点的发展商的New Build 其实只有这一块仔而已 只有一块仔 其他旁边都是... 同长 其实都不是那么方便的 我们自己就... 没有这个... 看到有其他朋友的家 其实是... 很容易骚髒 旁边这些位置 最后还是要自己... 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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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己再做 如果不是在清洁上面... 打理上面呢 就比较麻烦了 它这个漆头烟机呢... 好有趣啊 它... 它是这样... 好像很高级那样 它会再... 退出... 不用的时候呢 它会退出... 它好做... 它做了是什么呢 是一个叫做... 外循环 所谓的油烟呢 其实是抽到它出... 家企出面这样 这样... 就不是内循环 那就会... 我们煎炒东西 这样就方便了 上面... 那个墙壁上面... 都做了那个Tile 清洁上面是... 比较容易一些... 比较... 它那个炉头呢... 其实就是电的... 那... 那... 电磁炉的话... 都是... 其实整块板这样... 清洁都是容易的... 那... 就... 我觉得那个煮食台呢... 那些位置是很足够的... 不是... 它有很多的储物櫃啦... 全部都倒到上顶啦... 做到上顶... 你不用... 哎呀... 又要... 要... 要抹上去... 那样全部都做上去... 那这个储物空间是很大... 全部都是贵来的... 这里全部都是贵... 这里全部都是贵... 那我就很喜欢这些... 这样的贵桶... 其实放东西... 因为可以抽出来... 可以方便拿东西... 其实我是... 还有它又做了... 叫做... soft closing... 自己开了... 还有一个很喜欢的... 是... 我很喜欢这个... 我家里不可以装... 有没有可以换这个... 老公... 哇... 老公... 这些可以放点... 你知夫妻有很多调味料... 蠔油... 豉油... 什么... 很多... 这样拿出来... 这样拿起来... 不用放在桌面... 就乱一点... 在这里... 它做了... 这个又是夫妻的... 很喜欢的地方... 因为这些转角位... 很难用... 但它就很贴心地做了这个... 你们这些锅... 暂时不用那么多的... 那些锅这样... 碗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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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类的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取得的时候又多方便了... 这个要自己加都... 要烦的... 你要自己制作... 好难后期加... 因为它本身整个... 整个... 整个厨櫚 unit是整好... 是... 有很多放東西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洗碗機 在這裏 它是洗衣機 因為它沒有一個洗衣房 但是洗衣機在這個位置 洗衣機又包了給你 這個洗衣機有一個乾衣功能 一次過就做了給你 全部不用了 後來你買了樓之後就要再做 價錢 因為現在好像很多New Build 廚房的電器基本上都是不包 要加錢 你加錢給它也未必幫你做 但是很煩 你買了又要找人來裝 水喉要搏 線要搏 因為都聽過有朋友買New Build 洗衣機其實是沒有一個電掣 還有沒有一個入水位 很煩 這個有一個櫃可以放東西 還有這邊也是 它又做了又是轉角位 它又做了這個 又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儲物空間是幫你清潔 我覺得 在我作為煮食 在家裡 廚房用得最多 我覺得很方便 這裡又有 櫃桶了 我最喜歡 可以放到很多 很多辣辣的東西 你知道廚房煮食 是會很多 我最喜歡的櫃桶 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美中不足的 就是雪櫃 它就是單門的雪櫃 但其實旁邊這裡 是可以造成一個雙門的雪櫃 我覺得最美中不足的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是一個雙門的雪櫃 我想這個就會很棒 但這個雪櫃都OK 不算小的 其實比我現在用的雪櫃 Ada介紹完廚房之後 就到我介紹一下 其實在Ground Floor 那裡 就有一間的房間 其實Festibility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Bedroom 又或者你直接當作是一個Living Room 一個廳都可以 這個就是一間非常大的房間 如果當作是Bedroom的話 這裡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位置 可以放一張雙人床 King Size的床 三面綠床都OK 如果是Bedroom來說 其實都非常舒服 那你一起來一看出去 就是一個大草地 那感覺是很舒服的 那看回其實這裡 這個Developer 就有一件事是蠻好的 就是它有很多的LED燈 那它是整個屋子 都是有很多LED燈的 那我看回之前 很多的New Build 那些Developer 其實如果你要 因為它Standard就是包一支的吊燈 它吊著電線 吊著燈膽交給你 那如果你之前要Plan 你就要畫個圖給它 那它就跟你逐盞燈計 那如果這裡 搜尋回這間屋子的燈 那其實呢 我想如果你要付錢 賣單 只是給燈都不知道 給多少錢 那我再說一下 這間房間其實就是一個 Entreed 那這裡就是一個 Entreed的Bathroom Toilet 那一開門進去的感覺 已經是很喜歡這種 一種有燒烙烙的Granlight的感覺 那其實它的Standard是做得很高的 那你只能看到這個Tower的Radiator 那又是一種Designer那種 那如果是New Build 基本上你就不會拿到這個了 你可能要後期再換 那就看看這個鏡子 那你會看到它為什麼放進去 原來呢 是很棒的 有燈的 那相信一些的女士門 就一流了 有時候是化妝啊 撕一下眉毛啊 那這樣就有燈給你了 那你會看到其實這個 整個的感覺是非常高級 然後去到最喜歡這個Shower的位置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這個是 它會做完全部是由Floor To Ceiling的Tile 那它一般很多年的New Build 其實Shower那裡會幫你做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其他的牆 都安裝了Tile 其實基本上你給錢它都不幫你做 它Half Tile都不幫你做的 它通常是Wed Room Sub那裡 就會幫你安裝Tile 那其他地方就不會 那這一個就是一個整個Fully Tile 那它由底去到頂 那其實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Rainful Shower 那這個呢 也都是真的 不是個個發展商會給你選擇 那這裡就已經是幫你選擇了 那所以是很開心 我最喜歡這種 那除了這個Rainful Shower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花枝頭 那就非常方便 那這間房子呢 就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的 那除了你看到它是很闊落之外呢 那它也是一個on suite 即是包含有洗手間 還有洗澡的設施 那最重要就是它是在ground floor 那就是說它整個的生活圈 都是在這個地下那一層的 那就非常適合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不太方便走那麼多樓梯的人士 那一上樓梯呢 那大家一見就看到這個很modern的hand rail 很漂亮的一個玻璃的hand rail 那一般呢 那一般呢 現在是 new build 是不會玻璃包的 通常如果你要弄 就後期弄 那大概是過千磅 就2.5m 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也是 真的挺樂本的 那它這樣是會很開揚 因為全部是玻璃 那感覺又很modern 那現在就上去上面landing 那上來這個landing 就有一條corridor 那corridor的旁邊呢 就有這些skylight的一個window 那我就 我又很喜歡這些 覺得好像 不知道 總之那個感覺是覺得很型 很舒服 那這個就是令到這個landing 有一個彩光的 那入房之前呢 發現了這裡呢 也都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儲物空間 那其實就 看進去是幾長的 那裡面呢就可以放一下行李箱 放一下 可能是有些冬天的口皮啊 都可以放進去 那非常方便 那first floor 的第一扇門 就通到一個family bath 那這個是非常大的family bath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就非常廣闊 那還有呢 其實這個星呢 也是一個很喜歡的地方 那這裡呢 就足夠位 可以放很多的 一支二支東西啊 啊 掃跑啊 看掃膏啊 拿刷啊 那其實是 非常夠位的 那當然啦 也都會有這個 後面會發光的鏡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的buff 那但是呢 也都會有一個shower 那還有一個花灑頭 也有的 那這裡呢 也都是呢 其實這個buff那裡呢 都會那個tile 是由下面做到上頂的 那整個氣氛都很舒服 很高級 我覺得我在這裡 可能會睡著了 那接著呢 就去到另一間的房間 那就是一個buff 那這間也是一間幾大的buff 那也是可以放一張 King size bag 三面六床 那你就會看到它 其實是兩邊都會有窗 那現在就發現呢 非常開揚的 那那個採光是挺好的 那還有這裡呢 就會有另一個空間 你可以放衣櫃啦 甚至可能是梳妝桌啦 或者放一部電視在那裡 那其實 那個空間是夠到呢 你可以 你自己可以 不同的planning 不同的想法都可以 那裡也可以 夠放一個書桌都OK的 對面呢 就是另一個的bedroom 那這個bedroom我就非常喜歡 那它呢 那它呢 就象徵呢 就是盡頭有一個 的juliet的balkony啦 那又是暖一點的時候呢 你一起來 你一起來 開了兩道門 然後這裏呢 就有一個balkony 你可以看著整個草地 即是立即醒了 而且可以其實你 長期開著一道門呢 那一個感覺就好像是 有種outdoor living的感覺 是非常棒的 那這裏呢 其實也是很有足夠的空間 可以放 king size bag 三面落床 那你可以 Other way round 你可以怎樣設計都可以的 你可以放這邊也可以 放那邊也可以 那當然那邊也是有足夠的位置 你可以做一個衣櫃 梳中桌 或者是一張的書桌仔 都可以放在那裡 甚至可以放梳化仔 都還夠位 那這樣一出的bedroom 那這裡呢 就有一間的房仔 可以做一個home office 又或者呢 你可以再豪一點 就當是一個walking wardrobe 又可以 那或者就這樣 用來做一個storage 都是不錯的 那現在屋子就看完了 那大家看一看 我以為是不是一個show home 那其實就不是的 是一個已經是ready to go 你可以即買即住的 一個新的new build 那你看到剛才的東西 真的好像買show home 就是全部已經 所有的廚房 所有的電器 所有的燈 所有的燈 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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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其實 以前看show home 都覺得 那這個花園你自己想像 其實你賣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但現在這個就是你 那間的花園就是這樣的 對 全部是included 所有東西都包在樓架上 那其實你計算一下 其實省不少 因為如果你要齊齊 那一堆東西 可能要幾十千 可以不可以的 所以你一般買new build 那你見到那個價 其實就好像一個出車一樣 一個靜車價 和不同包 那通常你買單 那裡都 最樣的加一下 其實都不少東西 那這裡就全部已經一個價 所以全部是included 那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的 那就記住聯絡我 那我的contact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 email address 那你也可以 你可以直接WhatsApp我 打電話給我都可以的 那因為這間屋 就是由我去代理的 有興趣聯絡你嗎? 嗯 我有興趣可以聯絡你嗎? 可以的 那我們之後慢慢談 好啊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想買樓 租樓 或者是買屋放租 都可以email我查詢的